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後處理違建跟大巨蛋案接連引發爭議 台北市都發局長林中明的大學同學 也就是建築師阮慶悅 最近接受雜誌專訪時批評柯文哲將權力胡亂擴張 自我膨脹令人害怕 今天林中明出面反擊說 柯文哲的評價交由歷史決定 該批評一定要被批評 但是聽起來你覺得他的批評都是因為他不了解 我覺得錯的蠻多的 台北市都發局長林中明所反駁的人 就是自己的大學同學建築師阮慶悅 日前阮慶悅接受雜誌專訪時提到 原本是支持柯文哲的 但看到柯文哲上任後 將權力胡亂擴張 法規認定都以他為準 自我膨脹的令人害怕 對此林中明今天出面反駁說 市府的政策都是討論出來的 絕不是一人決定 交給歷史來決定 市府是想做事 還是權力擴張的一群人 阮慶悅也批評柯文哲 處理大具檔案 重新制定新規定 讓建築界整個傻眼 無所適從 要林中明拿出專業良心 但這一般說法 林中明也不贊同 林中明說中央雖然核定大巨蛋逃生計畫 但法規仍有檢討的空間 而阮慶悅則是在臉書PO文 表示對柯P的意見已經說明清楚 不再受訪回應 擁有建築專業的林中明和阮慶悅 這對同窗好友碰上柯市長的施政作風 則是有不同見解 記者蔡桂林 陳新龍 台北報導